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是锻炼 一个好像为此付出点小状况 文案都非常的轻松和幽默 不过这两位呢 他们都是在上海市非常有名的医生 左边这一位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范江 另一位呢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赵重波 而他们的交集可不光只有爱骑车这么简单 到底有哪些故事呢 我们请二位自己来说一说 有请赵主任 范主任有请 主任您好 范主任您好 欢迎欢迎 二位请坐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玩的朋友圈截图 我们范主任是骑车锻炼 是不是 兴致勃勃出发50公里 爆胎 您骑了50公里呀 这是当时在参加的一个 这个上海市的一个城市业余联赛 大概整个应该下来是180公里 但是当天因为下雨 所以祖拜方就给我们发了一人一件雨衣 但是在下雨的过程中 它那个石头就比平常更容易 对这个轮胎造成影响 所以原来准备努力地把这个比赛好 但是到50公里的时候爆胎 就只好结束比赛了 所以发一个朋友圈 但是能骑50公里 这体能也是相当了得了 工作强度特别大 还总是体力满格 精力满满 对不对 是的 我们再看一下朋友圈 我们赵主任好像是骑车遇到点小状况 这个是的确有点小状况 那天因为下了门诊以后 急匆匆地要到医学院去上课 所以就从地铁站的骑了一辆自行车 在人行道上面就这样骑到了学校 所以违反了交通规则 也承担了相应的惩罚 罚了50块钱 我这个是违反交通规则 大家不要学我 据我所知 二位主任是老相识了是不是 我们在40多岁的时候认识 我们在同一个医院出过诊 看过病人 但是我们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有交集 赵教授是我复旦的学长 我们都是复旦毕业的 我是肿瘤学 而赵教授是内科学 既是校友又曾经是同事 我听过一句话 说叫比罕见病更罕见的 是能治好罕见病的医生 二位你看 一个是神经内科 一个是胸外科 一文一武 那二位在工作上会有机会有交集吗 有 比如说 这个一起看重症肌肉里 我们从内科角度来看 然后范教授从外科角度来解决患者的问题 另外我们一起编过书 所以这些都是交集 明白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 重症肌无力的时候 需要二位专家来协同配合 通过接力去完成相关的诊疗和治愈 那关于这个疾病 我们先请来一位特别的 感谢观看 好 这背后到底有哪些故事呢 我们请出声音的主人 铁讯老师和他的爱人玉大姐 掌声欢迎 你好 欢迎您 您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老师 玉大姐您好 欢迎您 范叔好 赵主任 叶勋 范叔好 好久未见 好久未见 这关病回到老家以后 就一直没有见 是 四年多马上就五年了 对 别来无量 来 四位请坐 四位请坐 既是医患的再次相见 又是老友的相聚 是不是 您就是二位主任的病人 是吗 这首诗也是有感而发 2018年 我48岁 人生最好的时候 没想到突然发生了变故 后来也是因病结缘 认识了两位专家 是 我们能够听出来 这个诗您读得非常的好 一种深深的对于命运的那种意外的对抗 不屈的斗志 以及被这个病所折磨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痛苦 想问一下铁琴老师 当时是什么情况就会突然得了重症机无力呢 最早是年初 我发现这个右眼检下垂 然后我就在当地和省城的医院去就诊 没想到被确诊为重症机无力眼疾性 想问一下赵主任了 我们讲到这个右眼检下垂 就是好像眼睛这边没什么力气 它是和重症机无力相关的吗 怎么理解呢 这个眼部肌肉的损害在重症机无力患者当中最常见 大概有90%以上的患者 他都会有眼部肌肉无力的这样表现 那么主要表现为眼检下垂 那么就你看上去了 这个患者呢 他就是这个眼睛就明显变小掉了 另外呢 看东西会有双影 就是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会有两个影子出来 那么眼部肌肉的这个受累的话 在重症机无力患者当中 它有的时候是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 那么这个也是提醒这个广大的观众 那么在平常的时候呢 可以关注这方面的一个现象 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的警报 对不对 如果我任由他不管的话 慢慢会怎样发展怎样恶化呢 这个按照不完全的研究呢 如果说不管的话 可能有70%的这个眼外肌受累的患者 他后面会变成全身型的 就是会出现讲话不清楚 疼念困难 然后呢 手脚没有力量 脖子抬不起来 甚至呼吸困难等等等等 所以说 及时发现重症机无力的早期表现 是非常重要的 对 我感觉挺吓人的 就开始是眼皮可能抬不开 到后边就变成了我的身体 不受我自己控制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 异形的自测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在家里 就能够早期的判断 我有没有这个重症机无力的风险 对 太好了 自测方法有没有 最简单的自测的方法 就是你用力的 持续的闭眼 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再缓慢的睁开 再次闭上眼睛的时候 他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眼睛闭不全 有一条缝 那像这种 就有可能是这个 重症机无力 眼睛型 最初期的一些表现 当然呢 这些症状呢 有可能就是 您到下午的时候会加重 早晨的时候 经过一夜的休息 比较轻 像这个呢 就更容易验证这一点 我补充一种 就是说 可以让这个患者的话呢 先平视 平视了以后呢 然后呢 往上看 45度角 然后呢 让他坚持看 可能在几秒钟 十几秒钟 或者一分钟以后呢 他的受到累积的这侧眼皮呢 慢慢地会落下来 就像这个 细台上面的这个木一样的 我们叫落木现象 是 它就慢慢就掉下来了 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 它也是一种自测的方法 明白了 所以说呢 这些种种的表现 如果您都具备的话 要高度警惕 去检查一下比较好 而我知道 这一些感受 都是我们铁拳老师 当时自己 精神经历过的 是不是 那个滋味 是不是挺糟糕的 非常难受 眼睛基本上看不见 看什么都是重影 然后没有力气 好像生活 失去了自己的控制 对 就是我连眼皮 都无法控制的话 我怎么样掌控人生呢 有种失落感吗 非常心里 非常的不得劲 因为看什么东西 你都看不清 你开车开不了 出去看红绿灯 都是重影 过来一辆车 就是一般过来了 所以说是 非常的伤神 什么也干不了 什么也做不成 是 好像我被剥夺了 很多的能力 和权力的样子 是 所以当时好在 我们算发现及时 去治疗了 治疗效果还好吗 18年的6月份 经过几个月的药物治疗 这个眼睛恢复了正常 并且停了药 而我想 见诚这一切的 除了医生之外 还有您的爱人 玉大姐 是 这好了 我们那时候 就非常高兴 因为她那个工作 生活都恢复正常了 我们还和朋友 制定准备出去自驾游 感觉一切 刚刚趋向好转 五云刚散去的时候 没有想到 突然命运 又给我们老师 开了一个玩笑 两个月以后 也就是同年的八月份 突然复发 这回是两个双眼皮下垂 双腿无力 富士重颖 然后吞咽困难 颈肌无力 呼吸不畅 基本上就跟绝症和瘫痪差不多 没什么两样 很绝望 她那时候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就短短的一周时间 她的体重就从150多斤 瘦到了130斤 那时候就生活 就几乎不能自理了 范主任我不太理解 您看这个第一次 用药算及时 都已经有好转了 怎么还会迅速恶化更严重呢 像这种情况 我觉得有可能 这个患者体内 有一些肿瘤 比方说胸腺瘤 或者胸腺癌 像这种肿瘤呢 它会引起一些 肌无力的一些表现 但是通过药物控制肌无力 之后并没有控制 整个疾病本身的 这一些内在的一些变化 所以这可能是 它反复发作的一个原因 其实是这样吗 谢全老师 是的 后来我们一直出去去看 最后在西安查出来了 有 而且瘤子特别大 有胸腺瘤 基本上三公分 有三公分将近 胸腺瘤 不能想象 我觉得肌无力 可能正常人的反应 都觉得它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就是你的肌肉有问题 是不是哪个神经 出现了问题 是吧 不会想到说 是叫胸腺瘤 那这个瘤是 它一直已经隐藏在我们身体里 由它引发出来了肌无力吗 还是说 因为我们长时间肌无力 导致长了这个胸腺瘤 这个孰先孰后呢 这个胸腺瘤应该是原因 然后重症肌无力是结果 因为重症肌无力患者 它胸腺异常的比例很高 80%都有胸腺异常 其中15%到20%是胸腺瘤 所以它两个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所以各位 一个关键词再次被提及了 就是胸腺瘤 胸腺 但是我们了解胸腺吗 问问二位嘉宾 你们知道胸腺在哪吗 一下子有点懵 如果是胸口的话 它应该是在正中间的这个位置 对吗 就是在这个地方长一个瘤 叫腥瘤蜤 对 腥瘤蜤 好 这是二位的猜测 对不对 那到底胸腺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个图片 这是一个胸腔的一个 石状位的一个抛面图 那么在胸阔的两侧是肺 在左肺和右肺中间是心脏 而在这三个脏器和胸臂之间 前面这个浅粉色的这一块 长得像蝴蝶 这样的这个东西就是胸腺 这个胸腺是人从小到大 一直都有的吗 大概二十多岁之前 大多数的人的这个胸腺 都应该萎缩掉了 它在这个年纪之前呢 是完成的是人体这个 很多免疫细胞成熟的一个场所 当人体进入成年之后呢 一些免疫功能就被外周的骨髓 或者其他的一些 淋巴组织来承担 胸腺本身就不再拥有一些功能 但是有一些患者呢 在他没有退化的时候呢 称之为胸腺的增生 有一些患者呢 不仅没有退化 还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肿瘤 这就是胸腺瘤 如果他产生的这个肿瘤 侵袭性足够高 那有可能就是胸腺癌 就是胸腺的慢慢退化 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个表现 但如果相反胸腺没有退化 反而增生了 就可能导致胸腺瘤的出现 但是它怎么会引起 重症肌无力的种种表现呢 是这样的 神经和肌肉之间 本身是有一个信号传递的分子 当人体胸腺本身 这个环境受损了之后 产生了一部分细胞 进入外周血之后 诱导外周血里边的这个B细胞 产生了一些这个抗体 这个抗体呢不是很健康 但是呢 它能模拟这个神经肌肉之间的 这个信号 当你这个错误的信号 存在在那里的时候 虽然你的神经系统 发出的指令是正常的 但是却没有人执行这个指令 肌肉接受了一些错误的 其他的一些信号 就相当于你给老师打电话 说家里孩子不听话 你让他从学校如何如何 但是接电话上是孩子 他这个老师并没有接受到 这个指令 这就是肌肉粒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一次明白 原来你看一个胸腺的肿瘤 会和肌肉粒 会和信号的传输 有这么强的关系 所以说发现 是胸腺的肿瘤在作祟 这个点非常的重要 那老师 发现之后咱们当时的治疗 还顺利吗 确诊以后 医生告诉我 如果做手术 会有三种情况发生 三种情况 第一种 就是下不了手术台 人就没了 第二种是下了手术台 只无人 第三种 手术成功 但是有很严重的后遗症 三个结果都不好 我当时就很犹豫 没做 是 您说的是云淡风轻 但是据我了解 我们这个辗转还不止一家医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当时铁轩老师的就诊卡 粗略一看就有七八家医院的就诊卡了 是不是 您看了很多的地方 跟您的答复都不是太乐观 让我感觉到希望渺茫 是 然后就再次辗转 9月份到了上海 就遇到范主任 情况有了些变化 见了范主任以后 范主任详细了解了我的病情 看了以后 他没有做出马上做手术的决定 为什么 当时他这个重症的肌污力 其实是不是很轻 用药物控制的 也不是很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 贸然做手术 会引起患者这种术后 出现肌污力微向的一种可能 但是你如果不处理这个胸腺瘤 任它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肌污力会进一步的加重 这其实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我们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就是通过用有效的药物 短期把肌污力有效地控制之后 满足手术的最低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 尽早完成手术 打断这个恶性循环 我觉得才是诊疗这个患者的 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思路 所以当初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 也跟铁群做了一个深入的沟通 我选择跟他一起来做出判断 在一定程度上 愿意做他的主心骨 跟他一起来承担这件事 这个选择在患者看来 那是意义非凡的 是吧 铁拳老师 当时范仲人跟我说的 我感觉跟以往的医生说的很不一样 他告诉我 说你现在还达不到手术的标准 你现在不适合做手术 要先解决肌污力的问题 要先解决肌无力的问题 再做手术 而我们说整个过程 郁大姐也在旁边守候着陪伴着 也在担心着对不对 是他那时候很遭罪 晚上他是就不能睡觉 得趴到那个桌子上睡 吃饭就是吞咽困难 必须得那个药物起作用的时候 那一会儿会儿赶紧吃饭 并且还得吃流食 我相信您作为爱人 一直陪在身边 又担心又着急 是不是还不太敢 把这些情绪完全地表达出来 是 那时候孩子儿子还没有结婚 我们还有年迈的父母 等着我们去照顾 而他在我跟前从来不说这些 所以我就是一个人没事的时候 就出去打哭一场 确实这样的一个疾病 一日没有治愈 我们这个家庭就一日都笼罩在阴霾当中 做手术又还需要时间 还不到时候 所以怎么办 我们因为之前也跟华山医院的 赵崇波教授 一直有比较深入的合作 因为遇到这种比较复杂的 肌无力的术前的药物的调整 我们都会寻求赵教授的帮助 对于这个有胸腺流的这种肌无力 内外科的合作 以及合作的这种模式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这个范主任的话 他的就是这种医者的情怀 就是怎么尽量去减少对患者的 他的一个损害 保证这个我们说医疗的一个安全性 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这个机缘 就一起坐在这 我们其实是第一次 我们三个人同框 对 平常我们跟铁群接触的时候 是分开接触 这个我觉得他就是以患者为中心 我们实施这种多学科的合作 那么所造成的一种机缘 从当时铁群的情况来看 他第一次来诊事 头也抬不起来 带着这个警托 那么这种时候去贸然做手术 他发生微向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那么所以从机物力本身的治疗来讲 我们内科有一成套的一个 相对成熟的治疗的方法 那么希望就是通过一个月到两个月的药物治疗 把它控制在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状态 那么他能够进一步去承受 那么胸外科的这样的一个手术 那么这样的理念来讲 也是承接范主任刚才的这样的理念 就是尽量避免这个患者 由于医疗所带来的风险 大概要分成几个治疗步骤呢 其实第一个步骤的话 我们就要快速起效的治疗 就希望很快就把老虎打趴下 所以一开始的话 就可以使用这个免疫治疗 像血浆致患 人体棉 球蛋白 免疫吸附 那么这些治疗能够大概率让患者 短期之内病情能得到改善 但这些治疗它的疗效 它不能够非常持续 所以这个治疗了以后 就要启用第二线的 我们就是药物治疗 那么药物治疗呢 就包括调整这个患者的 它的整个的免疫网络 那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药物 包括这个糖皮质激素 还有非激素类的免疫之机 那么这种治疗 它能够起到一个相对比较长的 这样的患者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 那么当然了 因为铁裙的话比较特殊 它因为是有胸腺瘤 它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还是要把侧原地把它干掉 所以第三步的话呢 就是范主任这边的手术治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像下棋一样的 我们会走一步的时候 其实后面的三步 四步 五步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将来是让患者呢 他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治疗的流程里面来 那么从最大可能性 去让他得到一个获益 所以想问一下大哥 当时这样的一套治疗思路 您是能够完全听明白的 也是能够接受的 是不是 赵主任的思路特别清晰 听他的讲话 我就感觉到被抚慰 觉得很有希望 也不再那么焦虑不安了 就可能同样的一句话 类似的观点 医生有不同的表达 说出来的话 患者的接收效果和他的反应 是完全不同的 对 这个呢就是作为医生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素养 是同理心 就是我们要站在患者的角度 来思考一些问题 来体会到他的一些感受 所以我们在和患者沟通的时候 不会去用一些这种决然的 生硬的这样的一种语言 去突然地去增加患者 他的一个担心和焦虑 比如说有的医生会和铁群说 你这个毛病看不好的 得一辈子吃药 那么这种是一种表述的方法 那么另外一种表述方法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说铁群 你这个病呢 是可治可控的 目前有非常多的治疗手段 能够帮助你改善病情 那么当病情改善以后 我们逐渐地去减少 这个药物的剂量 用一个最小的剂量 来维持你正常的生活 和工作的状态 那其实这两种表述 你说它的内核和实质 有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它可能没有 因为它都是一种慢性的一种 可控性的疾病 但是对患者来说 他听下来 他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第一种表述的话 是决然的 把它打到了谷底 但第二种表述呢 其实给的是很多的希望 和确定性 那么这个患者和家属的话 他的接受度 他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想一个 名医的成长和成型 不光是医术不断地精湛 而且在心里面 也不断地向患者去靠近 去理解人间百味 能够给出相应的 最合适的那样的表达 不是在没有原则的安慰患者 而只是在那个时刻 给他一些情绪的抚慰 但往往这些情绪的改变 会影响我们免疫的调节功能吗 会的 举一个例子 以前有一个患者 他是周一下午来看我的门诊 他不知道我提前停诊了 那么就铺了个空 当场这个患者 他的肌肤力就明显加重 就直接去了急诊 上了无疮呼吸机 第二天收到病房里面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就说赵医生 昨天我来找你 你不在了 我马上这个记录力就不行了 但是我在病房里面 和他交流了十分钟以后 当天下午 这个患者 他的无疮呼吸机 他就拿掉了 当然了这个里面的话 他可能原因很复杂 他可能有真的 当然也有这个情绪方面的在里面 但不管怎么说 对于患者 他所感受的是一个 不适感的一个总量 他的总量 他是不适的 不舒服的 那么其实现代的基础研究 已经证明了 人的情绪和大脑的活动 是可以去影响 人体的免疫B细胞的 那么这个 如果说很焦虑 这个很紧张 那么这个坏的B细胞的功能 就会加强 那么自身免疫病 它可能就会加重 是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主治医生 他的一两句话语 就会给患者和他家庭 带去无穷无尽的力量 想问一下玉大姐 是不是当时 二位主任给出了一个 他们认为科学的 有方法的一个 诊疗方案的时候 您作为患者家属 听在心里 也觉得好像有了希望 踏实的很多呢 真的是 其实医生的每一句话 讲得好 对我们患者家属来说 都是一种巨大的 安慰和力量 当时赵主任 给我们讲清楚 病情以后 并说这种病不可怕 它是可控可治的 我们俩当时 真的是有一种 那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是 所以我特别想问 铁群大哥 就是在服药的 那一段期间 您是经过了多长时间 才走上的手术台呢 大概三个月的 康复治疗 然后再去看范主任 他说必须得做了 终于要到手术的时刻了 当时您紧张吗 当时不只是身体 心其实也很累 心很无力 怕拖累家人吧 他很坚强 在我跟前从来不说这些 并且还一路都是 他在鼓励我 安慰我 准确地说 他并没有准备到 完全可以做手术 这个阶段 但是这个墙呢 又继续往下塌了一点 因为他胸腺流 又进一步在进展 所以我认为 这个再等下去 可能只会让患者 承担的更多 所以我们经过一段时间 的评估之后 选择在这种情况下 做手术 所以说从最开始 18年发现眼检无力 到辗转多个医院 确定是胸腺流 再去调理 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来我们看一看 这就是铁军大哥 在手术前的一张照片 铁军大哥还记得那一天 是哪年哪月哪日吗 2018年12月24日的手术 范主任可以做的微创 这不是一个需要完全 我们叫开胸骨的 那个特别大伤口的手术 是吗 范主任 事实上铁军老师的这个 肿块呢 其实也不是很小 同时呢 跟周围的组织的关系 其实还是比较密切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用一个开胸的手术 你对于它这个本身 就不稳定的 这个重症肌育力来说 这是一个 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 你甚至会影响到 今后疾病的一个走向 所以我们用的是 这个微创的一种方法 就是剑突下双拉钩 把这个胸骨 整个向上抬高 大概十公分左右 这样呢 我们就从剑突下进去之后呢 这种情况下做手术 一个是可以减低 这个整个手术的一个风险 因为你增加了各种的 这个可视的这种范围 同时呢 也使你这个整个手术 操作的空间更多 当你在手术中 有更多的选择的时候 就意味着更加安全 不仅仅是美观这个意义 我觉得这种手术 特别适合于 铁裙这种情况 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时至今日 我觉得像如此有才华的一个人 不应该被疾病这样的折磨 我今天才真的明白 我们讲微疮手术啊 它只是窗口面积比较小 它绝不代表手术难度低 刚才谈到这个细节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玉大姐 这个表情有些动容 原来当时丈夫这么危险 是 她那天还是个周一的早上 第一台手术 然后我们大早就给她 送进手术室以后 我们就在门口等 当时那时候就是 大脑是一片空白 心中啥都不敢想 也不敢想好的 也不敢想坏的 然后就是一直在那祈祷 一直到中午一点多 终于传来了消息 说是手术很成功 那时候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 当天没有见到她 她直接就从手术室 转到了ICU病房 在ICU病房 经过48小时观察以后 转入了普通病房 说很成功的那一刻 一家人如释重负 是 都松了一口气 可以说是 大家都 我们当时有我儿子 还有我家大哥 我们三个人 高兴地抱在了一起 都非常高兴 感觉好像未来 又充满了希望 我们的一些计划 包括旅游 可以再次提上日程了 是 好 我们看看当时 我们的铁权老师 他的一段日记 来 切除手术当天 直接被进了ICU病房 48小时后 确定成功病稳定后 26日转入病房观察 结果在29日 出现了昏迷 人体内二氧化碳堆积 就几分钟时间 人就完了 大哥 这是又遇到了危险的意思吗 大哥 这是又遇到了危险的意思吗 出了ICU病房的第三天夜里 一晚上我都在说话 我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就是我也不知道 我说的是啥 家属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一直到早上起来 他以为我睡着了 刚好早晨护士长来打针 及时发现我没有反应 就立马组织人把我又送进了ICU病房 抢救 当时那个时间就是很短 没有超过五分钟 如果超过五分钟 就抢救不过来了 现在想一想 命真的是大 范主任这是为什么 不是手术很成功吗 也出了ICU了 怎么会遇到这么凶险的情况呢 这就是术前为什么要准备 那么长时间的一个原因 这就是所谓的术后的 肌无力的位相 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 它那个体内残存的 这种不利于重症肌无力的因子 在由于手术的影响下 同时因为在手术的过程中 它这个胸腺本身 你有可能会受到挤压这些的 它会再释放一批这个东西入血 会影响这个肌肉的这个收缩 那像这种情况下 因为它呼吸急无力力量不够 不能把二氧化碳有效地排出体外 那就是使它这个二氧化碳 逐渐地又蓄积到一定程度 会影响人的意识 人就会进入这个一定的意识丧失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又紧急转入到ICU 进行呼吸机的一个支持的治疗 然后后面呢 又采用这个药物治疗 后面呢 我们又请教了这个赵教授 然后联合制定了这个 后期的治疗方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呢 顺利地出院了 是 出了院以后 范主任让我按时间 进行放化疗的预防 他还亲自给我联系了 肿瘤科的医生 来给我安排 是 就是把之后我们的整个的 后续的治疗计划 全都安排好了 对 不过谈到了放化疗治疗 有嘉宾会有一些疑问吗 我其实刚才全程听得特别认真 然后就觉得胸口憋着一口气 就是好难受 特别是郁大姐每次说话的时候 我都忍不住想哭 因为我跟郁大姐一样 我们都是包括铁学老师 我跟我爱人也都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 我特别能知道 嫁给一个西北汉子的那种感受 就是他们真的不善表达 所以刚才涂话问了好几次 铁拳大哥当时进手术室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他都没说出来 可能你给他纸笔 他就写下来了 其实就是 他说他怕拖累一家人 他其实在心疼郁大姐 郁大姐为什么会哭 他是在心疼老公 所以我觉得这种 彼此之间的心疼 也是能够战胜这场病魔的 一个最重要的力量 所以刚才说到 再次转到ICU的时候 郁大姐又叹了口气 然后我就看铁拳大哥 这样深情地看了他一眼 所以我觉得 这种力量我们是能感受得到的 没错 所以我刚才特别希望听到这个手术 做完了就故事结束了 就是公主和王子 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我没有想过这个手术完了之后 为什么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还要进行放化疗呢 因为这个胸腺肿瘤它有很多种 哦 它就像一排土豆 颜色从青变成土豆的颜色 其中一部分它是有这种侵袭性 虽然你不把它定义为癌 但它依然是有侵袭性 而铁群老师的这个肿瘤呢 准确地说就是侵犯了周围的组织 而且它这个类型呢 是属于B3型 像这种你不仅仅要把这个肿瘤切除掉 还需要用药物和放疗 巩固你这个手术的治疗的成果 这就称之为辅助治疗 所以这是一个 对于这类的患者来说 是一个标准的治疗 所以说真的 我们回顾这一路走来 真的是感觉 命运的那种跌宕起伏 而这一切 在一个西北汉子的口中 可能真的 它不太会表达 但是我们的铁群大哥 它文笔很好 我们看看他在19年 有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来 至范江一行医护人员的一封感谢信 古语云天地之间 为人为贵 人之所贵 莫过于生 太好了 非常精炼地概括 也是您内心对于生命 对于自己这一路走来经历 最质朴 又最具有精髓的一句表达 现在想着特别的幸运 生命呀 拜两位好医生所赐 确实 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所以现在您的生活已经 基本上完全恢复了正常 对 那个18年被耽搁的旅游计划 后来补上 补给我们媳妇妹 后来这张照片就是 我们出去旅游拍的 这是去年国庆节的时候 我们到那个云南釜仙湖的流营 是 然后这 他不是喜欢朗诵吗 病好后的这几年 他还经常录制自己的朗诵作品 能有今天我们得之不易 我们俩很幸福 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赵主任和范主任 是 我们经常说生死都经过了 还怕啥 啥都不怕了 太好了 而共惊我们这一次生死风雨的 还有两位德高望中的名医 其实我们讲这样的一个罕见病 重症及无力可能很多患者 他目前一个是还没有自己 能够完全地去确诊 再一个还深陷其中 找不到一个出路和解药 对于他们有没有什么寄予 范主任 相信科学热爱生活 太好了 相信科学热爱生活 希望就在前方 对 好 赵主任呢 我想引用的是罗曼罗兰的一句话 就是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在认清生活本质以后 毅然热爱生活 我觉得包括铁裙 包括很多的重症气味患者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是的 你们是真正的英雄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应该时刻奏响属于自己的那首英雄的赞歌 今天我们从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疾病出发 我们看到了这一路走来 患者家属和医者他们共同奋斗的努力 而我想这是让一个一个生命得以延续的那个奇迹接力的灵魂所在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可以有机会继续行走在健康之路上 感谢各位 谢谢 谢谢 好 明天我们就依然不见不散了 再见